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裴洛西議長在台形成門門版 全台的媒體高度關注 美國也在看 大陸也在看 那台灣的股民們也很關心 昨天的美國股市都是下跌的 兩個原因 地緣正式風險升高 外加美國的聯準會官員 有釋出比較鷹派的言論 又放音出來了 但台北股市今天表現 讓股民們有一點安慰 還算抗跌 尾盤居然還收最高 翻紅到平盤之上 明天還有這種好風景嗎 不知道 等一下問趙莉老師 台北股市今天是上漲了 29點收14777 成交量1748億元 尾盤拉了42點 爆出162億 首月限收最高 尤其今天護國神山真的猛 昨天跳空下跌 今天很努力的補缺口 居然收盤佔上了500塊錢大關 佔回501 雖然說未經證實 但有立委獎 中午的這個午夜 有看到張董事長跟裴若熙吃飯 裴若熙是台美晶片法案的重要推手 張宗盟的現身代表 台灣的半導體地位 依然是不容動搖嗎 那國安基金可能還買誰呢 除了台積電之外 鴻海首吻108 尾盤也是翻紅的 聯發科開低走高 尾盤也翻紅 那今天的氣氛其實很詭訣 因為共軍在昨天深夜說 明天裴若熙議長走了之後 他要對台海的附近展開軍演 範圍還擴大 那盤中呢 發含了央行總裁出來講了 會事不用擔心 沒有什麼失序的狀況 財政部也講 我們國安基金有在緊盯 在今天這個時間點 努力的出來 互盤穩定大家的信心 但老師我想問 今天的這個尾盤拉最高 你認為有沒有一點刻意的意味 那台積電有不能跌的壓力 但是明天 如果裴若熙離開台灣之後 面對中國的軍演 指數上面會不會掉一點點 修正的風險呢 對 沒錯 我想今天來看的話 因為客人還在家 還在 不能亂來 所以不能亂來 最後一盤來講 就出現了拉高的一個走勢 當然你可以看到像台積電 像鴻海聯發科 這些大型的全資股 那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大部分中小型的個股 幾乎都是呈現回檔修正的 一個走勢 那當然央行也出來喊話 會事無語 那其實你看到最近來講 其實美元指數 它是出現走扁的一個現象 可是新台幣 它反而逆勢扁值 現在已經佔上30塊錢 現在盤中佔在上 其實新台幣也要升值 新台幣它還是呈現弱勢 我們看一下 你看一下新台幣的部分 跟美元不一樣 真的是收在30塊錢了 對 就是跟美元 美元指數最近是 真的是拉回修正 理論上來講 新台幣應該也是要升值 結果現在是出現貶值的行進 大概亞幣當中 其實應該是跟日本南韓來做 日幣其實最近來講 也大幅的升值 不管是避險的因素等等 不管 我覺得資金的動能來講的話 其實新台幣當然 它必須開始出現升值的走勢 我想整個資金動能 相對上來講會是比較強 國安基金當然 才能說國安基金有在盯 當然它一定會盯 每天尾巴好像都有盯一下 對 會盯一下 對 也滿明顯的 對 拉起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來講的話 應該是有稍微的 比較刻意的去做一下動作 好 你可以看到 成交量的部分還是縮 其實我覺得 今天量能大概1748億 其實未來幾天 有可能量大概也是這樣 有可能看 等待大陸的政策 比如說它的軍演或者是 老師問一下 過去都說擔心低量會有低價 可是這幾天的低量 我是不能夠用 這樣的方向來解讀 可能就是因為大家都在觀望 並不是很看壞嗎 對 因為現在美股的部分 還是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就是說它也沒有出現大跌 假如大跌 我跟大家報告 量就會出來了 就不會 就是美股還穩穩的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你量縮的狀況之下 大家不會恐慌 有人要拉的話 就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好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跟大家解釋 FED的官員四鷹 其實有官員跳出來講說 部分的官員跳出來講說 其實現在FED他認為 今年的利率在3.25%到3.5% 其實他認為這樣是不太對的 甚至於明年5 6月 6月份有可能會出現 降息的動作 他覺得市場上 從FED來看的預期來講的話 這樣基本上來講不是很對 所以它就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定價的部分 不管你從債事的定價 股票的定價 從匯率的 從所謂的一個債事殖利率的部分 來做定價的話 其實感覺不太對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看 美股的日線你也知道 就是說其實假如當股市長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美國的GDP大概七成 是民間的消費 國內的消費為主 國內的消費當然很多 我想當然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百分之50的人 基本上都有投資股票 比較具備財富的前58 應該很多 所以你股市長的時候 是不是財富就會增加 消費需求就會回來 消費需求一回來 通膨的壓力 當然它就會更深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為什麼費德 你會覺得 不是錢幾天剛才說不太陰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未來這幾天假如美股還是在這邊 費德的官員講的話出來 你會覺得哪會是紅的 跟之前說的都不一樣 因為他不希望 這個地方的股市再漲上去 對 這樣CPI又下不來 對 你CPI下不來 那麻煩 那當然換句話說 他會不會希望大跌 他也不希望連續性重挫 因為你重挫 他自己也很麻煩 因為現在又不能降息 你要叫我怎麼去做 所以我聽說 大概美股的部分 以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高檔應該在這附近 大概也是會比較偏向拉回整理 然後進入鄉型整理的格局 好 另外一個 開闊重工的部分來講 財報不加 今天收盤跌了5.86% 當然很多人認為 它是景氣的金資券 對 沒錯 銅價當然也是工業之母 反正有一些你就看一下 相對上來講 好 美股市長只屬於半年限的一個反應 那台股的部分 賠洛西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認為指數的部分 大概還是一個相形整理 那中小型股的部分 相對表現會是比較好 好 周恩老師已經定調好久 現在就是指數相形整理 中小型股 優於大型股 兼中小型股 強勢族群 強勢標的表現得還不錯 等一下幫大家來做闡述 首先第一個問題 美國四大指數 現在除了經濟學家跟肺德很頭痛 方向很難抓之外 要在通膨跟經濟衰退兩個平衡當中 找出一個比較適合的適中的路線 另外這個美國股市當中 現在也遇到這個技術線型的反壓 等一下來觀察 老師那我想先想問 就是大家都在擔心 共軍的文攻武嚇三個情境 這一招可能都會跌8% 就是說如果共軍艦 為外島的話會崩跌8% 那我從今天的開盤來算 大概是13600 那沿海軍人的話可能影響不大 短線震盪2% 可之後會回彈14500 局勢沒擴大的話 台股可隨即來反彈 那外資好像並不覺得說 前景要怎麼樣的悲觀 因為昨天儘管是現貨賣 但期貨多單是加碼到了1.1萬口 怎麼看它的態度 那今天當然裴洛西很多的行程 大家要高度關注 明天離台之後 台北股市會有怎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尤其台積電的前董事長 張忠謀跟劉德英陪同 裴洛西來吃午夜 一定會討論到說 美國的晶片法案 台積電亞利桑那州設廠 跟未來擴大建廠的計畫 老師 那我們先從美國股市 來觀察一下 你說美國股市這方面 除了有經濟方面的一些 多空的雜音之外 技術線型上面 是不是短線上面 勢必可能會有一點點 遇到回檔的壓力 對 沒錯 你看道琼的部分來講 從歷史的一個高點 從去年大概7月份到現在 歷史的高點 大概在今年1月份復興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下跌的過程當中 這一條是半年線對不對 半年線的部分來講 它遇到基本上來講 都容易產生拉回的一個走勢 這一次又要來挑戰影片 對 這一次你看一下 這個是標普的部分 其實等到它從高點下來 回檔的修正過程當中 也是一樣 雖然站上它還是拉回 站上它還是拉回 當然現在來講 又面臨了半年線的一個反應 其實蠟子的部分 其實都一樣 這四大指數 你極彈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半年線的壓力 它是在的 除非說整體的大環境 它是真的變好 比如說我現在預期 未來三個月半年 甚至一年 現在是幾乎是景氣的谷底 開始景氣要翻揚 當然半年線壓力不會是太大 應該沒多久 啪 就上去了 可是現在的狀況 有一點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會有 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老師說科技股前一陣子的反彈 其實並不見得是說 未來的景氣有波雲堅韌的情況 一部分是因為第一個 散戶在逢低賣 第二個是說科技股 有這個融券回補的現象 台北股市當中 也有一些股票看到這樣的跡象 它指紋反彈 並不是來真的就對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散戶的部分來講的話 買超的比重相對上來講 就ETF而言 就是這些ETF 它投資一些尖牙股的部分 或大型的比較直優的 這一些科技的一個龍頭 Meta 亞馬遜 所以帶動了這一波的漲幅 在美股的部分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軋空的題材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訊息 它認為就是說HBOM的部分 其實空單的避險 或之前空單的操作 其實現在的倉位 它是出現比較大幅度 減少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拉抬了這一波指數的一個上漲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台北補師來觀察 這個明天過後的軍演 尤其是大陸的文攻武嚇 文攻方面就會用經濟制裁 這兩天都有新的動作 第一個是昨天針對食品業者 台灣的一些 做食品場的不能進口到大陸去了 第二個是今天說天然沙出口 不能出口到台灣來 那國產回應說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這只是開始嗎 那後續怎麼樣來留意 這樣的一個連鎖效應呢 對 沒錯 我想當然兩岸的之間 我想要發生真正衝突的部分 就是軍事的衝突 我覺得這個機會真的是非常小 我個人認為 其實應該大部分人都覺得 應該是小 直接衝突起來 如果要衝突就不用軍演了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應該是這個很小 可是重點來的 就是說其實大陸的部分來講 其實從昨天對不對 有一些食品場 今天也傳出 比如天然沙的一個部分 不能出口台灣 剛剛也有一些農產品的部分 也又開始在禁止 對…打壓 對 就是你要看它的程度 就是說這個當然會影響到股市的部分 就是你看它的程度 假如程度越來越大 當然有些人會說晶片 晶片會不會 晶片很難 今天不太可能 不敢吧 不敢… 因為高階製程 大陸也沒什麼高階製程 那承軸製程 說真的大陸的需求更大 所以你說制裁 連電 利器電等等 這些這些承軸製程 我跟你講它自己也很麻煩 所以這一塊島是不會 只是說你要觀察它後續的 一些的一個制裁的部分 到底是制裁到哪邊的 但是不知道是有些外資 已經開始保守看待 就大陸已經開始 做一些文攻武和甚至制裁的動作 會影響台北股市後續的表現 高盛認為兩岸海峽風險指數極深 三度調降台股的目標價 老師這邊你怎麼觀察 那如果說要扭轉外資的看法的話 還是要靠半導體來做轉機吧 對 沒錯 我想地緣政治 兩岸地緣政治的風險來講 其實台灣人說真的 從之前到現在 因為兩岸政治 其實有時候緊張 有時候比較平和 我覺得不只兩岸 有時候北韓射個導彈 我們也在那邊緊張 可是重點是兩岸的部分 因為我們身為在地人 就是說我們其實已經很糗了 可是外資看法有時候 真的會不一樣 因為外人看 我們可能很習慣 我們覺得不會打 就像南北韓一樣 有可能他們的居民覺得 南北韓不會怎樣 我們覺得好緊張 好恐怖 你知道嗎 那兩岸也一樣 其實我們覺得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對不對 可是外國人來看 會覺得好像很恐怖的人 所以你看有些就開始調降了 台股的一個目標價 好 那重點不是說 他到底他的目標價 比如說5月的2萬1的目標 其實也沒來對不對 他調降170008000 到現在他認為1萬6000 其實重點是 這個我覺得不是叫大家 看這個目標價了 因為很多其實也不一定準 好 那很重要的是什麼 好 關鍵 要等到獲利穩定 前景轉好 平價才可能提升 好 這個就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現在 我給你的評價不會高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 絕大部分券商 不管是內資 不管外資 其實針對不管開法說 有沒有開法說 大部分的平等都是調降 那假設沒調降的 目標價也大部分都是調降 為什麼 因為他下修他的本益比 其實他的獲利不一定調降 可是他的目標價調降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他預期未來 有可能三個月半年之後 他的營收的部分 還是會出現衰退的一個情形 所以當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就是說我預期未來的半年或一年 他的景氣是好轉的 好轉的狀況之下 代表EPS營收會開始成長 那他說我給你的評價 才能往上調 比如說我現在給你10倍的PE 因為未來不錯 我給你12倍 我給你15倍 可是現在是往下調 所以他往下調的 這個就不一樣 假如說出現了這種現象的時候 這個地方 我得說假如出現這種情境的話 理論上它就是長線的 底部的一個位置點 現在因為你看這個不太一樣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是長線的 底部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還值得有待商榷的 好 可能要等到整體的 包含了這個半導體相關類股 多數的公司都認為 獲利穩定前幾專號 而外資的評價 才會慢慢的向上來調升 讓我們幾檔個股來觀察 但第一個是世界先進 他的股價今天就滿有意思的 昨天在法術會前 是公布了Q2的財政 還有上半年賺了半個股本 可是法術會內容非常的保守 營收季減13%到15% 庫存調整2到4個季度 但是它今天是爆量長紅 而且開低走高老師這怎麼看 那艾普的部分還不錯 省省看下半年營運 那環球鏡部分就比較樂觀 長約預收款創高 彩晶Q2轉銀 但是要買褲長股 今天彩晶入股價 衝高之後也有一點點作壓 會留了上銀線 老師世界先進很多人都在問 難道他扭轉了法術會 變成法會的這個命運嗎 對 好 我們看5347的 資源金把它縮小 這檔股票來講 你把它縮小 這個是從177元跌到現在 跌到60幾 100塊都不見了 這不是除息 跌到這邊來 其實我跟大家講 他的法術好不好 很爛 其實他第三季也很差 對不對 他就庫存 這怎麼就等不到高盛去 對 庫存有可能2到4季 那更麻煩 之前大家覺得2 3季 但現在有可能延長到4季 有可能 其實展望都不好 可是重點來了 第一個 他股價真的從177跌的 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有些人他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有多空 多的人會認為 股價跌那麼多的 為什麼不能買 對不對 他覺得利空 尤其今天利空不跌的時候 他會覺得 肯定是一個買點 我覺得今天應該很多人 這種為了這個原因卡位 我覺得很多人去買 對啊 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不是看一天 利空不跌要看個3 5天 那今天的漲最主要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不是因為他的漲望什麼東西 都不是 最重要的是龍券 龍券你看一下 之前你看對上來的時候 從除完全息之後到這個階段 都在空 券支比既然高達50幾%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想說法說 一定講不好就空 對 沒錯 好 來 重點來了 今天我覺得會拉起來 最主要就是因為龍券空單的回補 為什麼 短波段的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短波段的 基本上在事實發生的時候 他就會去做反向的動作 比如說世界先進 而且老師他的股價位階很低 對 沒錯 我覺得就是說 世界先進當連電講的時候 怎樣 利器電講完之後 大家會覺得世界先進講 未來的展望會好嗎 不可能 肯定不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空 可以空的時候 他就開始空了你知道嗎 除完全息 開始空 空完之後 重點來了 今天是昨天是不是講不好 對不對 不好 重點來了 他們就會當這個事實發生的時候 不好了 所以我就趕快回補了 他也不管未來會不會好 就是說這個它是一個短波段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是融券 滿多的一個回補的一個操作的 那老師提醒 最近大股票可能資金稍微觀望 這個二線的中小型股 依然很活躍 今天車用是休息 但是工業電腦還是非常強勁 車用有一個利空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 有關於對岸 寧德時代 明天可以來做闡述 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老師 工業電腦 你昨天有說 就是來追最強的鎮華電 今天果然還是它一枝獨秀 對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要追巴伊斯的鎮華電 你看還是創高 就是說其實現在很多人 因為很多的股票 比如車用也是一樣 AM什麼東西 有些真的漲了一段 其實現在資金動能真的不足 所以你只能買指標 你可以拉回來買指標 可是你不要寄望去買比價的 因為它已經相對大盤強很多了 不是說剛剛低檔上來的股票 假如說低檔大家一起上來那OK 可是假如說真的強很 已經強漲一大段了 我覺得真的要買就是指標的一個個股為主 好 那指標的鎮華電腦 帶領工業電腦族群的整體火腫不滅 那我們昨天提到的 這個三星打造無人工廠 也是有這個IPC工業電腦 跟無人化的題材 這個族群其實位階都相對的低 老師你怎麼留意 斷空長多嗎 對 沒錯 我想這部分來講長線都OK的 像台達電 像亞德克 尚銀等等這些股票 我想這一些 工業電腦其實都已經上來之後 我想無人工廠這一塊 機器人這一塊來講的 我像未來應該也是一個 長線有機會往上來進行 突破的一個類股的 好 非常感謝詹莉老師 今天陪我們大家一起解讀 裴洛西來台灣後續台北股市 可能的走向 以及從美國股市來看 現在都遇到了半年線的技術型反壓 短線上面震盪台北股市 現階段只能一步一驅 做箱形整理下 大股票不動 中小型股依然是有火腫在輪動 怎麼樣拉回 找不錯的族群跟個股來布局呢 大家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莉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機掃一下 老師剛才在節目當中 手講的一些產業資訊 這個總經的報告 跟個股的觀察 都在LINE裡面 會跟大家做分享跟討論 大家按讚之後呢 就要跟老師打個招呼 互動一下 相關的訊息 就會送到你的手機裡面囉 Festival 西小貓 我現在升到 我們怎麼停止 有點老 感動 不 provides 冠